大家好 我是娟子 今天买了两个新鲜的玉米 准备给孩子们来做好吃的 香甜拉丝 一起来看看吧 先把玉米剥掉外皮 再切成小段 从中间切开 分成两份 切成段以后 好方便把枝剥下来 水开以后加一勺盐 倒入玉米粒焯一下水 约煮上三分钟 控水捞出来 倒在大盆里 搅拌几下 这样凉得更快 接着在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再昏吃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边加边搅拌均匀 看上去有粘稠状就行了 取一个合适的盘子 在底部铺上一层吸油纸 把搅好的玉米糊倒进去 用勺子均匀的铺平 并压实一些 在上面撒一层肉松 铺一层火腿肠片 最后撒上芝丝碎 多一些也没关系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里 上下火180度 烤15分钟 时间到以后取出烤盘 闻着好香啊 稍微晃凉 再切成小块状 就可以开动了 香甜拉丝的芝士玉米就做好了 里面有玉米粒的香甜 还有芝士的纯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也不难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谢谢您的观看